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目前的信息来判断 周深本次演唱会或许并非大型巡演 主题便是感谢专场 另外 本次场馆的选择为五颗松体育馆 之所以选择体育馆而非体育场 应该是工作室方面有自己的想法 我翻查了周深此前的演唱会数据 主要还是以体育馆为主 这一次依然选择体育馆 本质上就是一种试探 从2019到如今的周深已经进步了非常多 人气上涨的速度是当前乐坛最快的那一批 本次演唱会的人气 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周深之后 巡回演唱会的选择 我们拭目以待 同样 本次演出的两大选择 也让我看见他对粉丝的爱 一 票价档次合理 定价合理 本次体育馆定价总共有助五档 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在800元之前的档次有助两档 最低档直接来到了399元 同理 最高档仅为1399元 并没有1499 1699 1899的定价 这里其实足可见周深本次演唱会 的确是想助给福利的 并没有像很多偶像团体一样 冲注割韭菜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选择合适的档次进行购买 2 强识明 上面的定价合理 其实是为了下面铺垫 本场演出 小编目前在二级平台看到的消息是 门票为强识明 8月13日21点29分起不可退 门票全程不可转让 所以 各位在购买的时候最好慎重一点 强识明的票转让非常困难 转手同样如此 这就意味着 抢到了就是抢到了 没抢到的 咱们就看看饭拍安心等下一次吧 3 今年为何要开演唱会 今年对周深而言是一意重大的一年 新专辑即将发布 个人人气目前也正值巅峰 提前给新专辑预热一下 这个时间节点用单场演出来让粉丝看看自己 让资本方也看看自己当前的真实实力 说句实话 我个人并不能猜到周深如果后面开巡演会选择体育馆还是体育场 这里给朋友们科普一下 在华语乐坛能够开大型体育场巡演其实就已经是头部歌手了 而能够开体育馆巡演且在二级市场不打骨折的 如今的新生代歌手能做到的都非常少 让我们一起看看本场感谢专场演唱会 周深的人气能够到多高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